分享成功的思想,照亮人生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小叶 美国传王哈利曾对儿子小哈利说 等你到了23岁,我就将公司的财政大权交给你 谁想,儿子23岁生日这天,老哈利却将儿子带进了赌场 老哈利给了小哈利2000美元 让小哈利熟悉牌桌上的伎俩 并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把钱输光 第一局,小哈利连连点头,老哈利还是不放心 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剩下500美元 小哈利拍着胸壶答应下来 然而,年轻的小哈利很快赌红了眼 把父亲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最终输得一分不胜 走出赌场,小哈利十分沮丧 说他本以为最后那两把能赚回来 那时他手上的牌正开始好转,没想到却输得更惨 老哈利说,你还要进赌场 不过本钱我不能再给你,需要你自己去挣 小哈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打工 挣到了700美元 当他再次走进赌场,他给自己定下规矩 则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 走出赌场 小哈利对父亲说 他再也不想进赌场了 因为他的性格只会让他把最后一分钱都输光 他注定是个输家 谁知老哈利却不以为然 他坚持要小哈利再进赌场 老哈利说,赌场是世界上博弈最激烈 最无情,最残酷的地方 人生亦如赌场 你怎么能不继续呢 第三局 小哈利只好再去打短工 他第三次走进赌场 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这一次 他的运气还是不佳 又是一场输局 但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 冷静了许多 沉稳了许多 当钱输到一半时 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了赌场 虽然他还是输掉了一半 但在心里 他却有了一种赢的感觉 因为这一次 他战胜了自己 老哈利看出了儿子喜悦 他对儿子说 你以为你走进赌场 是为了赢谁 你是要先赢你自己 控制住你自己 你才能做天下真正的赢家 从此以后 小哈利每次走进赌场 都给自己制定一个界限 在输掉10%时 他一定会退出牌桌 再往后 熟悉了赌场的小哈利 竟然开始赢了 他不但保住了本钱 而且还赢了几百美元 这时 站在一旁的父亲警告他 现在应该马上离开赌桌 可投一次这么顺风顺水 小哈利哪儿舍得走 激发下来 他果然又赢了一些钱 眼看手上的钱要翻倍 这可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场面 小哈利无比兴奋 谁知 就在此时 形势急转直下 几个对手大大增加了赌注 只两把 小哈利又输得精光 从天堂瞬间 跌落地狱的小哈利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这才想起父亲的忠告 如果当时他能听从父亲的话离开 他将会是一个赢家 可惜 他错过了赢的机会 又一次做了输家 一年以后 老哈利再去赌场时 小哈利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老手 输赢都控制在10%以内 不管输到10% 或者赢到10% 他都会坚决离场 即使在最顺的时候 他也不会纠缠 老哈利激动不已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个世上 能在赢时退场的人 才是真正的赢家 老哈利毅然决定 将上百亿的公司财政大权 交给小哈利 听到这不然的任命 小哈利倍感吃惊 我还不懂公司业务呢 老哈利却一脸轻松地说 业务不过是小事 世上多少人失败 不是因为不懂业务 而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老哈利很清楚 能够控制情绪和欲望 往往意味着 掌控了成功的主动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